Yo what's up 欢迎回来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 现在我仍是在马来西亚 身后就是我的Toyota Vios 如果你错过这辆Toyota Vios的整个系列的话 都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这个link过去看一下 但是今天我不是要讲这辆Toyota Vios 我是要带你们到中国到广州去看 即将在马来西亚发布的一款新车 就是GAC的M库 GAC广汽引库 这台车的直接竞争对手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Proton X70这一个segment 所以现在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把大家带到中国广州广汽的测试场地 看一下当天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测试 还有整台车的外表 还有interior的详细评测 Let's go 影片开始前就让我们来看一下70mm的最新产品 70mm A810 70mm A810它是一个支持拍摄4K HDR超高清的行车记录器 而且它的主色镜头是来自Sony的Starvis 2 IMX678的镜头 它是可以支持高达60fps的帧率 一般上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都是24fps 而70mm A810它是可以支持比它们高3倍的帧率 也就是说你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有一些车它们用高速切入你的车道 还是可以清晰的拍摄的到它们的车牌号码还有它们的车的动态 所以如果发生什么碰撞意外的话 是更加能够保障整个画面的画质清晰度 除了前方非常好料的主色镜头以外 在后方的镜头 它还是一个全高清的HDR后方拍摄镜头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的到 它拍摄出来的画面是非常的高清的 AI detection功能还有超级夜间模式 这一次在A810上面也是搭载的 如果你要远程监控你的车的话 也可以买70mm的4G hardware kit 不管你去到天涯海角 都可以知道你的车当下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一点真的太good job了 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非常好用的70mm A810的话 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字顶区那边找到它的购买链接 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A810的价钱了啦 这样好看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 这两台车我们先从这台比较大台的开始讲起 这一辆车是一个五座SUV 我们可以在它的车头这边看到 这个前脸的design啊 我非常喜欢它的车头灯 这个车头灯加上它旁边的那个虎牙设计 我觉得哇老很帅 这个design我很on啦 可是就是在它的前面front grill的部分哦 我觉得就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啦 我在现场看 你们看影片可能会觉得这个design看起来有点怪怪 可是我在现场看啊 其实还蛮顺眼的 然后它的车头灯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那一个 它是一个LED组合 然后它的头灯组也是隐藏在里面的LED的 自动头灯组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前面bamper有很多sensor啦 车身侧面可以看到它的sport rim哦 是一个duotone的颜色 看起来有点像花朵形 轮胎尺寸是235 55 R19 19寸的sport rim 有一点哦我相信在画面上大家都有注意到就是它的车门把手啊 是整个flat到弯的 收进去的 所以如果你当车解锁的时候 它才会弹开来让你开门 这辆车目前是上锁了啦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打开来看里面 我们只可以在外观这样walk around 看一看 车顶部分有一个车顶的置物架 直接延伸到后面就是它的spoiler 等一下我带你去看它的后面 它的后面的design我觉得整台车 我觉得是这台车的一个特点啊 如果开在路上啊 辨识度一定超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side mirror有一个镜头啊 是为了实现它的这个360 全景环绕系统 然后我们来到车后方可以看到这个design 哇你们觉得这个车尾design什么样啊 我觉得有一点点那种gumdan的感觉 哇满头大汗 真的太热了 现在的温度是34 35度啊 然后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天气 我们来到这里就可以看到整个车尾的设计哦 是有那种gumdan的感觉 高达式的设计 尤其是这个spoiler 你们看到这个地方吗 它有做一些凹陷哦 而且这个spoiler是开孔式的 这个spoiler不错 然后车灯方面呢 是一个细条形哦 然后来到旁边这边做了一个延伸 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 有一点点mitsubishi的设计风格啦 可是它又有另外一种味道 可是当你从背面这样正正看过去的时候 又有一点点CRV的感觉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bumper呢 有一个很大面积的防刮材质 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大面积的 这个不是防刮材质哦 这个是漆面的 但是它的颜色是mat的颜色 还有下面有这个diffuser design 这两个应该是reverse turn吧 然后旁边这边呢 可以看到有一个框框哦 有一个chrome的镀铬四条的框框 这个看起来像exhaust的东西 其实不是哦 它是一个假的exhaust 但是看起来那个运动感就十足啦 然后我们趴下去看哦 就可以看到这台车的后方悬调是multi-link的 当然这个尾门呢 也是一个电动尾门 打开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蛮不错的储物空间 这个就是M酷 同级竞争对手 简单来讲就是x70 那一类型的SUV啦 鸟面的电动尼 对手 所以我们走到最后烫去的 超级章面屏意 很快 小级章面屏意 小级章面屏意 两面屏意 那是一类型丝 好的 快 最后 出なんco兩天 敲鐘 大根 加點 加點 倒 wide 加點 加點 OK今天这部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当然如果你对GAC广汽的汽车有兴趣的话 当然也不要错过我之前也是有post了一部 GAC MZOOM广汽引数的影片 只需要点击我的这个右上角的link过去 就可以看到那部影片了啦 那接下来呢如果广汽还有任何新闻消息的话 都会在我的网站www.riderath.com 还有我的Facebook page 还有我的YouTube上面跟大家做一个update啦 所以大家记得要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小铃铛要跟他度下去 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关于广汽的新闻消息 今天的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 Good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